歡迎繼續收看婚姻新聞到電話關心電話的大消息 民進黨婚姻館長好三年老建國 在今天一早就跟大比鄉長好三年鑑閉會 以及婚姻館以往好三年中定期 五重在頂頂的好三年進行聯合授架拜票 當民眾也開來三四十台車的支持 當民的應說是非常努力 老建國表示 一萬頭過的家民眾接近 讓大家來感受他的生意 團結第五年力量並且把所有的選票來推出 民進黨婚姻館長好三年老建國 在這幾天利用選舉情最后的時間 只要過鄉電池來進行拜票 在今天在時也來跟大比鄉 憲長這麼多民眾也開了三四十台車來入政支持 希望老建國可以順利動選館長並來照顧在地鄉親 我們建國做館長對婚姻館相對好 有好的建國對我們婚姻館一定有幫助 建立老建國讓大比鄉長好選人甘比會 以及婚姻館議員好選人中定期 婚姻館長得好選人進行聯合的十幾拜票 羅建國表示在我們日理會期間 就在這幾位大比來進出各行見識 也希望透過一百的拜票 和民眾來猶豫幾年 讓大家來了解他的進行目標 我們今天來到大比 也希望進行發展進行目標 羅建國表示 無關是在市長也有一次的都沒有拜票 和這次每一拜的選團請拜票 行程都能聽到民眾的加油聲音不斷 才讓他們感受到竟然有自信感 剛才愛以來的動選婚姻館長也要 拿下個鄉親市長 應做一個新的婚姻 我想一路倒一路走來 包含到市場夜市黃昏市場加油聲不斷 那肯定聲也吃起比落 也是希望說我們真的要爭取到 這個雲宜縣長跟鄉鎮長這樣的一個旗幟 然後可以來為雲宜縣這個體質 再變壞的過程面趕快來翻轉 然後大家對我們的這樣的一個支持度 我覺得是一直往上在提升 蔡依偉記者落後就是倒票日 民進黨婚姻館長好選人老建國 的提起民眾一定要記得去倒票 又改在首頂的選票 和他做回來搭造一個新的婚姻 記者跟議長報道